我们看一下这个野营地 这个野营地是在一个水库边上 然后四周都是山 然后看一下我准备的东西 先看一下我租的车 这是一辆图冠2.0T的 这个车它车况还不错 跑了是5万公里 这个租下来应该是 路上应该是够用了 虽然说不是四驱的 但是它这个车底盘还是 还是比较高 然后大众的车也比较皮适 看一下我买的东西 我的东西都还没有收拾 全部都是 都是生活用品 这个是一个折叠 这个还没有拆封 这是一个折叠的收纳箱 这个待会给它弄一下 然后我还买了米啊 买了米然后面条水 保温箱啊 然后这些是桌椅什么的 还有锅碗瓢盆啊 全是东西啊 装满了啊 我都不知道这个车能不能装得下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床垫啊 这个床垫加上一个备备单 这个床垫是一个 90乘2米的啊 然后这有个地点 这个就是我的睡袋 这个睡袋 这个睡袋是 那个零度的啊 然后那边有个大包 这个大包是装衣服的 嗯 这个是一个徒步包啊 徒步的话也可以用 全是东西啊 一会儿来收拾 哎呀 这个地方更多了 有一个电饭锅 然后这些是 我在超市买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桌板 这个小桌板是可以放在这个前面啊 可以当一个桌子用 这样的话可以在车里办公啊 剪视频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买的一个电源啊 这个电源 主要是 这是我买的一个电源 是电小二的 这个电源还不便宜啊 一千两千块钱左右 只有六百瓦啊 六百瓦0.5度电 我主要是用来 给我的笔记本充电 万一要是笔记本没有电的话 可以拿这个 给笔记本还有相机啊 无人机啊 无人机啊充电啊 然后一个菜板 这是一个靠枕 就这些东西啊 今天主要是来测试一下 我也不知道 还缺不缺什么东西了 所以基本上就 这些东西应该是够用了 如果不够的话 明天再去补充一点 然后明天就出发了 这个 然后这边就是 我的相机 电脑 然后这个 这个是 看一下这个 哎呀 破了 这个是我买的一些文具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要是自家 特别偏的地方 会碰到一些 藏族的 乡村的乡村里边的小孩 可以给他们拿一点 这是一个逆变器啊 这个主要是 给我的高压锅做饭用的 接上那个 接在那个点烟器里边 然后就可以 转换成220伏的 点压 然后 用高压锅可以做饭 因为我那个移动电源 那个带不动的高压锅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也没有拆封 我先把东西搬出来 然后把座位放下来 让它编成一辆真正的床车啊 这是一个户外的移动厕所啊 然后也可以在那洗澡 我还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我已经把后面放平了啊 这个后面放平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 睡觉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然后再把我准备的这个床单 就是一个床单和一个床垫 就是这个床垫这一头 这边是空的啊 这边空的还要想办法把它给填满 这样放的话好像可以啊 诶 这样可以啊 我的床车基本上改造完毕啊 非常简单 我躺进去试一下 看看够不够长 哎呀哎呀好舒服啊 没有问题啊 OK 看一下我这个睡袋啊 这个睡袋用了好多年 它是鹅绒的 然后这边有温度啊 这个舒适温度是-4度到25度 然后这有个极限温度 极限温度是-14度 嗯这个展时我觉得应该是够用了啊 到西藏那边如果比如说去阿里啊那些地方 如果是晚上特别冷的话 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再去买双被子 这是一个折叠收纳箱啊 就是这样拼上就可以了 比较简直 这个从淘宝上买的啊也就几十块钱 就是比较单薄我觉得 一个小桌子 嘿 这个是我买的天木啊 把天木搭上看感觉晚上会下雨啊 这个天木是三米乘三米的 还是个正方形啊 这个是我的瓦斯炉 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了啊 瓦斯炉可以做一点面条啊 然后烧点热水啊 好可以用啊 本来说是试一下那个 电饭锅 那个电饭锅但是要用车启动啊 现在有点晚了 就不试了明天再试吧 今天就用瓦斯炉然后烧点碗饭吃 这个桌子好像买小了 没有办法那个切菜 放了一个瓦斯炉然后就没有空间了 我的排骨炖堵得好了还是蛮好吃的 看一下 就是这个排骨太大了 用这个烧不太容易烧烂啊 现在只是烧熟了 嗯 嗯 好吃 吃饱喝足了 把这个东西都放到收纳箱里啊 还有这个 需要一个夹子哈 把这个盐给夹上 撕下个角落里吧 第一次床车露营就下大暴雨啊 第一次床车露营就下大暴雨啊 现在外面正在下大暴雨 而且还有闪电啊 昨天晚上下大暴雨啊 昨天晚上下大暴雨啊 我的天幕都倒了 然后我的凳子翻到外边湿了 哦里边都有水啊 哈喽早上好 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啊 因为是第一次睡床车 嗯 还是有点不习惯啊 再加上昨天 昨天晚上前半夜下雨 下暴雨啊 然后电闪了一鸣的 而且那个床 其实睡时间长了 还是有点硬啊 然后空间也比较狭小 所以还是有待适应啊 买了一把工兵铲啊 看一下这个工兵铲怎么样 这把工兵铲还是多用途的 这个地方是可以巨树的 你看看 然后这个地方是 像刀一样的可以切东西 然后这个这个手柄啊 这工兵铲的手柄里边 还有一把刀 这个刀的背面啊 也可以巨木嘛 这都是巨齿 然后把这个工兵铲给它装起来 这个工兵铲 到野外上厕所的时候 会非常有用啊 应该是这样装的 然后放在车里的话也可以防身啊 然后再把这个刀插到这里边 给它拧紧 这样的话就是一把工冰铲了 给它放到这个车的下面 昨天睡觉之前我是把这个窗户开着 因为在车里睡的话 不开窗的话有点闷 不过下雨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窗户关起来 要不然雨会漏到这里边 所以昨天睡觉的时候 一直是关着窗户睡 就是车里边比较闷 今天我装一个雨霉 如果装一个雨霉的话 窗户就可以开出一个小缝来 那个雨霉我在淘宝上买了 只不过是没有装 昨天没来得及装 就下雨了 就是这个 哎呀也被雨淋湿了 这个雨霉 这个雨霉上面就是贴的双面胶 就是用双面胶粘到那个车上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粘牢 这个必须得贴准 好大功告成 看一下 因为没贴的还可以吧 早上泡一个咖啡盒 昨天的水还很热 吃完早饭把东西收拾一下就准备出发了 总体来说 昨天晚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就是昨天晚上下雨下太大了 然后我把那个窗户关了 就有点睡不着啊 不过我贴了雨霉之后 我相信应该会好一点 今天的行程的话 就打算从先到大理丽江那边啊 最好一车能开到香格里拉 昨天试验下来还好啊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也不缺什么东西啊 最主要就是一个炒菜的锅 一个炒菜的锅 那个锅太小了 炒菜的话有点不方便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电饭锅啊 那高压锅高压锅估计用不了 因为那个逆变器好像带不动啊 所以说可能还要买个小的电饭锅 煮饭什么的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 拜拜